我是BBCC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介紹的是 中路的小霸王大天狗 相信非常多人玩平安金 第一隻玩的法師都是大天狗 因為他的技能模組簡單好上手 而且又有一點點的自保技能 為了讓還沒有玩過平安金的朋友 能夠更了解大天狗這一隻獅神 BBCC先介紹一下大天狗這隻技能 我覺得他技能真的非常棒 因為像我這種不會玩法師的人玩大天狗 我都覺得真的超級強的 首先大天狗的被動技能天狗道 天狗道是什麼呢 每次技能命中敵方四神的時候 都會增加一層的天狗道 每層天狗道會降低目標5%的法術抗性 持續8秒鐘 當疊到三層的時候 會立刻對目標造成魔法傷害 和1秒90%的減速效果 同時減少敵方20%的法術抗性 持續4秒鐘 大天狗的一技能是 無懈之意 登登被動 永久增加大天狗法術強度 好還不錯耶 那被動觸發有什麼好玩的呢 如果持續24秒沒有受到來自四神的傷害的話 大天狗會獲得無懈之意的護盾 護盾可以抵抗一次來自敵方四神的技能傷害 並在抵抗的時候呢 提升大天狗20%的移動速度 持續2秒鐘 也就是說這一招可以讓你在中路 跟別的法師四神 就是烏類的四神對抗的時候 佔得一定的優勢 而且假如你被敵方的打野四神Gang的話 這招觸發你也可以增加跑速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再來就是大天狗的二技能魚屎 魚屎 我以為是大便那個 好會開玩笑的 大天狗向指定的方向呢 射出一道魚屎 對路徑上的敵人造成魔法傷害 若命中敵方的四神 則會在腳下成為一個法 真就像有沒有看我一直在擊中他 短暫的延遲會對範圍造成魔法傷害 每個敵人最多受到一次法真的傷害 不然會真的太強了 大天狗的三技能是疾風咒 哇我覺得這招真的是我玩 每次玩全神最頭痛的一招 大天狗對指定的目標施放疾風咒 對目標級周圍的敵人呢 造成魔法傷害 而且會有0.5秒的擊飛效果 點高的話最高可以到0.9秒耶 後期幾乎是只要一被頂飛一天 你就有機會被大天狗一套秒殺 再來呢大絕招是羽刃暴風 登登 大天狗在指定的範圍內 產生一個3秒的龍捲風 這個霹靂的龍捲風 每0.5秒會對範圍內的敵人 造成超高額的魔法傷害 和20%的減速效果 暴風會在持續時間內 逐漸擴大範圍 並緩緩的向司法者移動 每次我都被這一招弄得不要不要的 那當然這一隻大天狗的慶典很不一樣 連回程都有特效 我使用的是平安慶典的安記 像目前京都就在非常有名的指援祭 很好玩就是晚上有廟會和夜市 到時候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一場對手看起來怪怪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大天狗 隨便玩就感覺佔得一定的優勢 我覺得法師前期拿到優勢非常可怕 你看我一個屋地龍捲風 這個雪女直接被我 蹦送回了家裡泡溫泉 好棒 我覺得大天狗很好玩 牠明明就很帥 可是為什麼每次在平安心的 不管動畫漫畫裡 都是被搞壞掉的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耶 這就是帥哥的宿命嗎 哇這個大天狗 你看我中間的頭髮已經到鼻子這邊來了 好吧這時候 哇又來了 直接一個跳飛接招之後呢 可惜有沒有大絕招 不然你們就死定了 有沒有人要跟上 接啊 我 他繳了一個瞬步 不然他就死定了 好吧這時候我們的妖刀機 打掉了章魚船 好棒喔 突然好想吃章魚 是好不知道現在要去哪裡買 我來了我來了 補刀叫給我補刀有我 沒有接到 不過還是擊殺了敵方的四神 那現在妖刀機就召喚完了章魚小丸子 我們就趕快把下路塔推爆吧 我們全部人都會加錢喔 近早取得打塔的優勢 你可以看到回程有超級帥的特效 平安 很帥耶 而且我這隻大天狗的羽翼是黑色的很不一樣 但是我身上的面積 究竟跑到哪裡去了呢 喔對了對了 我這一套的出裝是參考呢 平安金最強的中丹法師等等 陰陽大雨的出裝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按喜歡 支持一下影片喔 當然陰陽樹的話也在右下角 這對剛加入平安金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那你也是不習慣玩 屋類似神的玩家呢 假如你在打支持賽很不巧的要分配到屋類 你也可以試著選大天狗 因為嗯 像噗噗噗噗噗每次 只要沒有打野位置 他沒有射手位置 沒有祝福的位置 我打上單和中路我都很遲疑 可是自從我學會了這套大天狗的裝備之後 等等 雖然在中路的抗壓性沒有其他更強的四神 那麼強不過 欸多少就當貼補家用好了 好吧那這時候我們選擇去下路支援 你可以看到我身上黃色的護盾 就是我的一技能 現在我沒收到傷害 所以我可以抵擋一次對方四神傷害 幾乎後期平安金的技能接到 一招就會扣掉半條血以上 這時候交給我 我來接個小尾刀 旁邊的話你要跑 哇直接被雪女給摧飛耶 不過他也跑不掉 我直接送你回溫泉塔 還想用竹林捆住我 超級壞的 好吧那這時候我們就來 為什麼他在前面抖了這麼久 太瞎了 他剛剛明明能逃走 可是卻 卻在前面抖抖抖 我不知道你在抖什麼東西 你自己把自己的頭送掉 那種情形就是 你通常想要逃跑和放技能的時候呢 你又會再按攻擊鍵 所以就會發生那種事情 所以不要一直手放在攻擊鍵 一直抖抖抖 而且我現在發現一件事情耶 原來大天狗的攻擊武器是扇子耶 因為我右下角的普攻劍是扇子 好了點燈籠囉 誒 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要給我挑飛一下 就算沒血其實你也可以幫隊友 站個視野看一下 然後挑飛給隊友擊殺就可以 而且現在我也有大絕招 我覺得很安心的是 因為我有個強力的一技能 所以我完全都不怕對手 放技能弄我 哇啊好痛喔 我要死翹翹了 這時候趕快回補 我該做的都做了 剩下就交給隊友吧 還記得我剛剛玩的那隻狸貓嗎 我每次玩狸貓 玩大天狗 我真的覺得看到狸貓就很討厭 因為呢 狸貓每次跳過來 我要挑飛他把他挑起來之後 他還會再接個二段大絕挑 我就直接被他弄爆了 所以呢 其實我覺得這幾隻推薦的四神 都是非常好適合 新手玩平安心使用的四神 而且大天狗的造型真的不是 喔我的意思是 大天狗的造型真的非常多 欸 這隻正式直接走過來送個頭就對了 他在做什麼 喂 好險 欸 我們的妖刀雞 掰掰囉 直接被擊殺 我不再罵髒話 各位千萬不要誤會 雪女就這樣把妖刀雞給擊殺 你可以看到現在我的法傷真的非常高 完全不怕對面的法術 因為我只要不要被攻擊就好了 現在我可以幫忙挑飛 幫忙控場 再送他回溫泉塔 那隻鳥鳥 是我下一集要介紹的新四神 也是非常棒 好吧 其實這時候我們就持續的推他 感覺對方是沒有反擊能力 現在我已經殺到七殺了 對面的陣子也被我們挑飛之後 我準備要送你回溫泉塔 欸直接 前期大天狗拿到優勢之後 就是一直秒殺一直秒殺 我還記得剛出的時候 大家都說大天狗真的好強喔 可是現在有更多更強的四神 要降臨傳說戰場 好可怕喔 哇 從後面來 可是你身為一個輔助四神 我不瞭解你從後面來的目的是 莫非你想要 吞了一下口水 想要什麼你們自己想像 我要是你是上單的英雄 或是大野的英雄 你從後面來我可能會嚇死 可是你輔助英雄從後面來 我就知道 欸 你是要送頭的意思嗎 好吧 這時候我們持續的推薦 可以看到仁法術 傷害真的非常高 接大技能之後再把他挑飛 掰掰 好可憐喔 怎麼會這樣子 殺的蠻誇張的欸 因為這是我第一場使用大天狗 我真的超不喜歡玩屋類的四神 可是 如果要打直直賽 真的要逼到五路 至少你都要有一隻會的四神 會比較好用一點點 好啦 接著我們就持續的推兵推過去 其實我比較期待犬夜叉 我好想玩犬夜叉 我最近一直在解那個點燈籠的任務 記得 解犬夜叉任務喔 就是在平安靜的秘密活動裡面 每天對戰遊戲就對了 記得把燈籠領傳 不然到時候你沒有燈籠會哭哭喔 犬夜叉竟然是免費英雄 通常這種 授權類的英雄不是都會被收錢嗎 怎麼 怎麼會這麼佛心 究竟是這麼回事 殺生丸好像也是可以免費兌換到 我覺得真的非常笨 接著我就繼續丟我的技能 加油啊 真 鬼屎黑 上路霸主在這盤被削弱 你還是可以的 接著我們繼續幫他們吹風 大天狗就是拿扇子 現在天氣很熱 想不想吃西瓜冰呢 丟 哇 好痛喔 好 丟個大絕招之後 越擴越大 哇 你們還要往中間站 你們 我的天啊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可愛的對手 我已經放了大絕招 全部來往我龍捲風的中心靠 你以為在拍電影啊 靠近龍捲風中心會沒有威力 這是穿 喔不對 差點說錯 這個是平安精才對 差點說到不該說 的名字挑飛之後直接送 恩 對方直接回 投降了耶 好吧 那今天的勝利就簡單拿到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 忘記按下喜歡 我來看一下我傷害究竟打了多少點 我覺得我傷害超高的耶 為什麼是銀蟲拿到 我來看一下 傷害 喔 哇 我傷害也太高了吧 天啊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掰掰